今天晚間六點多 美國一架海軍行政專機降落在空軍松山基地 那麼上面是載著多位美國的參眾議員 所組成的來臺訪問團 對此外交部也證實了這項消除 做出了相對的回應 相關的行程是用美國在臺協會 台北辦事處AITT來協調安排 外交部我們提供訪兵所需要的行政協助 並且做相關的防疫措施 來協調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外交部相當低調 沒有透露這架專機的訪台目的 只說相關的行程都是由美國在臺協會來安排的 外交部只是提供相關的行政協助 至於這架美國海軍行政專機 在訪問團一行人下機之後 也已經從空軍的松山基地起飛離開了